神所要的敬拜 也就是行功一号联名 存千倍的心 我们朝见神的时候 不可以空着两手来到圣殿 那么需要向神 就是献上一些祭物了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是跟圣经的教导不一样 那么圣经让我们看到 我们真正要蒙神的喜悦 是要摸着神的心意 否则的话就是一种隔靴脑痒 隔靴脑痒不得要领 我们先看一下 神所要的一种是什么样的敬拜 首先是一个非外在的和物质的形式 就是六到七节这种看到的 这时候我朝见耶和华 在至高时面前跪拜 当献上什么呢 七可献上一岁的公牛独为繁迹吗 耶和华其喜悦千千的公羊 或是万万的游和吗 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 为心中的罪恶献我所生的吗 这两节经文 就是说先知在这里 他是用了一个对话的形式 这个话是假设是这些神的子民 他们讲的 他们来问 就是说是我们献上什么 神喜悦什么 首先他提到这个梵祭 我们知道这个梵祭是这个 就是圣经里五大祭里面是最重要的一个祭 他是把这个牛独宰杀以后 然后切成块以后 完全的在祭坛上烧毁 就是完全的为着神 叫做梵祭 那么其他的一些祭呢 比如宿祭了 平安祭了 赎千祭 赎罪祭了 他是把一部分 祭物的一部分献给神 那么剩下的呢 就是献的人可以吃掉 还有这些其他的人 祭祀了 还有这些都可以分来 唯独梵祭是完全为着神的 所以梵祭是最重要的一个祭 牛独呢 是一般他们献祭用的这个祭品 圣经里面规定 就说是八天 生下来八天的牛独就可以献 献成梵祭 另一位祭里呢 里有这个记载 但是呢 一岁的梵祭呢 就表明他八天以后 他还把他养了将近一年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 这个一岁的牛独 是比八天的牛独更珍贵 就是说他的价值应该更高 还有我们看到 他这里提到千千和万万 千千的公羊或者万万的油和 油是在这个宿祭的时候要用的 也是献祭所用的 牛羊他们千千万万都是表明 他们的数量多 也就是神的子民 他们或许以为就是说 当我们给神献的祭物越多 是不是神就越纳 那么我们的罪呢 可能就会被饶恕 这个呢 其实也是也不是这个样 接下来他们提到一个更可怕的事情 就是说是我可不可以献我的长子 献我的长子 这个呢是这个过去古代 在这个中东那一代 有的一种风俗 特别是那些迦南人的风俗 就是说他们如果遇到大旱 或者遇到很严重的饥荒了 战争了 或者过不去的坎的时候 他就向他们的神呢 把他们的长子杀了 然后来献祭 他们认为这样就能够讨他们的神的喜悦 但是耶和华在这个生命记和这个 立位记里都严格禁止他的子民 就是效仿这些迦南人来杀自己的长子来献祭 当然了在这个圣经里面记载 我们看到猎王记下第十集六章那里曾经记载 亚哈斯王 他曾经把他的儿子金火 在秋坛和清脆的树下献祭烧相 也就是说亚哈斯王他违反了神的这样一个诫命 就是说神已经宣布了人生命的神圣 并且规定说长子熟出来就可以了 不让他们献祭 但是他们呢受这个异教的影响 当时有些王他们仍然这样做 他们以为这样做呢 可能他们的献祭就会蒙神的喜悦了 但是神看中的 他是我们的心灵和我们的诚实 他看中我们的意念 而不仅仅是我们外在的这些祭物 所以说神这里先知列出来的祭物 他的这个大小和他的珍贵程度就不断的增高 而且心中的罪恶和现我们所生的 是心和身做一个尖锐的对比 让我们看到神所喜悦的 其实不是这些物质的和外在的东西 神更看中的是我们的内心 今天有些时候 我们呢可能也以为我们牢牢路路 东奔西走聚会崇拜 这就是神所喜悦的了 有时候我们又以为 我们可能用金钱能够买来平安 就像那个千千的公羊 或者万万的游和一样 能够换取神的一种福分 或者说是救赎的这种生命 这个是错误的 是不可能的 神喜悦的是我们听命与顺从的一种信心的生活 那么接下来呢 他就给我们看到第八节这里 什么样是神所要的真正的敬拜 乃是内在的和心灵的实质 也就是第八节这里他讲到的 先知呢就回答了这些刚才的这种提问 他说世人啊 耶和华以指示你何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行公义好联明 存谦卑的心 与你的神同行 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们了 什么是善 就是说是这个答案不是一个新的 实际上圣经 当时他们也有这个已经有旧约的这些 摩西律法了 这已经有了 而且也有先知的启示 也就是说神对我们的要求不是一种新的 是一直就有的已经指示我们了 而且他的救赎的计划从来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代代相传通过圣灵和我们个人的这种见证得到确认 而且有众先知来告诉我们 百姓呢 他们却忘记了 应该是真正的虔诚是什么 而注重一些外在的一些仪式 他们以为有了这些外在的仪式以后呢 就可以代替他们内心真正的悔改 但是外表的宗教礼节代表不了内心的这种品性和他的顺从 神不仅仅是要我们的物质 他更看重我们的精神 不单单是要我们的敬拜 更要的是我们敬拜中的这种心愿 不单单是看我们的侍奉 他更看我们侍奉的心灵和我们的心态 这是神更看重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这里是道德的行为和信心的生活 所以先知只要在这里给我们看到 先知也没有否定说他们应该陷阱 因为这是旧约理规定的 他只是说呢 你除了这个以外 神更看重的是你一种敬前的一种生活 而不是一种光是宗教的仪式 所以说礼仪包括我们今天 虽然我们今天不像旧约这样需要献祭的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一次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了祭 但是我们也有一些教会的礼仪 比如圣餐啊 洗礼啊这些 这些的本质是让我们看到 就是说是礼仪的真正的目的 让我们去活出一种圣洁的一种信心的生活 而不是说我们受洗 我们领了圣餐 只要我们领了圣餐 我们受了洗 那我们就什么都可以做了 可以为所欲为的 其实不是这个 他的这个目的是让我们看到 礼仪背后的一个实质 所以先知呢 他在这里 接下来又回答了四个问题 首先神对我们要求是行公义 行公义 也就是社会生活的关系 我们每个人 任何时代的人都生存在一个社会的关系之中 所以维护社会的公义 行神所指示我们的公义 这个是我们社会关系彼此的一个基石 圣经里讲到他说公义是邦国高举 说一个国家行公义的话 神就会让这个国家兴旺 如果他不行公义的话 就不行 接着在真言书里 他又讲到说是在公义的道上有生命 就说我们行在公义的路上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有生命 我们就有生命 圣经非常强调这个公义 至少有258次 就是说有人统计 就是说至少有258次 他提到公义的经文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查一下 从创世纪里 他18章那里 亚伯拉罕跟耶和华 他对话 他说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 他承认耶和华是公义的事 要行公义 一直到这个启示录第19章那里 他提到审判征战都是按着公义 就是说当最后审判来临的时候 主耶稣要降临的时候 再来的时候审判仍然是按照公义 所以圣经非常强调公义 公义是无处不在的 耶稣基督在新约里也教导我们 要作严作光 作严作光 这样才能够容神一人 所以行公义 不光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做的 是神对我们的首要的要求 同时也是教会 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意义 如果教会不行公义了 那么它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没有存在价值 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 第二次世家大战的时候 第二次世家大战的时候 当时这个纳粹政权统治德国 统治德国的时候 当时从这个外表上看的 德国确实经济非常发展 非常发展得非常好 然后它的这个国家也很强大 他们收回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 失去的一些被割让的一些领土 然后经济也非常的好 当时1929年到33年 它这个全世界的经济危机 所有国家包括美国英国这些 都陷入经济危机 德国当时失业率达到四分之一 就是说每四个人就有一个人失业 几乎家家都有失业的人 所以经济非常困难 当纳粹起来以后 他们经济政策做得很好 所以当时三年之内 德国没有一个人失业 就失业降到零 而且它的经济 GDP的增长速度 年均是百分之三十 当时创造了世界的奇迹 直到今天 没有一个国家超过它 中国经济发展了很长时间 但是都是每年就百分之十几 没有达到百分之三十 就是说它取得了很多的这种成就 取得了很多成就 但是它迫害犹太人 屠杀犹太人 不光是迫害犹太人 就是说它在 因为它实现这种 希特勒 它崇尚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就是说它认为生存 如果你要是弱者 就不适合于生存 所以德国的当时许多残疾人 它也认为不适合生存 就跟犹太人一样 他们虽然也是德国人 也被消灭了 因为它认为这些人 那些白痴养药的干扰 对社会没有任何的贡献 那些瘸腿的 瞎眼的 什么笼子 瞎子这些 他认为那些都是些垃圾 跟精神病人 所以都要 这个显然是跟神尊重生命 认为所有人 一律平等的公义是违背 当时许多的教会 德国的这些主流的教会 他们很爱国了 所以他们就跟这个纳粹政权合作 合作呢就是同流合乎了 很多时候 当时纳粹要证明 因为犹太人呢 他有时候在欧洲生活了多少年 上千年 所以很多人就长相了什么 这些已经看不出来 跟欧洲人差不多了 就生活在欧洲那里的犹太人 那怎么样来证明他们是 怎么样把他们找出来 是犹太人呢 后来他们因为犹太人一般不信基督教 所以他有个办法 就让牧师出具证明 教会的牧师出具证明 证明这个人三代在这里 教会聚会和受洗 因为过去不像现在 他统计资料一般都没有 所以人口统计这些都没有 这都是现代社会才有的 只有教会有这个资料 就是说是随随随受洗的这些资料 教会有完整的资料 能够找到一百年前的这些事情 所以后来教会就给政府出具这个资料 那没有这个资料的 显然就是犹太人 因为过去他们全民都是信主 所以就说教会在迫害犹太人这件事情上 没有为犹太人发声 反而间接的就是参与了这件事情 这是一个 二一个就是随波逐流 他们也一起来赞美这个政权 这个事情呢 二次大战以后 当这个希特勒政权崩溃以后 这些事情都揭露出来了 揭露以后 当时的这个教会的这些会友 他们就问这样一个问题 教会当时在做什么 也许这些羊是吧 会有些不懂 那教会的这些领袖应该懂 你们那一天到晚学圣经 讲圣经嘛 对吧 为什么你们也沉默 不但沉默 你们反而还助纣为虐 去帮助这个纳粹政权 来迫害这些弱势的群体 行公义 那你这些教会的领袖 你们为什么这样做 当时他们有些人进行这样的辩护 那就是说是为了 第一我们不搞政治 那个希特勒搞政治 我们不管 我们不从事政治 第二呢 他说是为了教会的利益 为了公众的利益 为了我们教会会友的利益 如果你当时去做 当时德国也有部分的教会 反对希特勒和海犹太人 但是后来他们当然遭到监禁和杀害 包括这个潘霍华 很有名的这个德国的弄者 就是说德国的教会也有 也有新公义的 但是就被关到监狱去了 这个显然也跟政府作对 要付出很昂 高昂的代价 但是大多数的教会 他们是选择沉默 选择沉默 那后来他们辩解呢 他就说是 我是为了教会的利益 如果我去反对呢 可能教会就被关门了 是吧 而且呢 我如果在台上呢 公开这样讲呢 一个是他自己会受到迫害 二一个呢 可能会友 如果去做了这些事情 会友也会受到迫害 是吧 他说我是为了保护这些羊群 是吧 那他们这样进行这个辩解 但是这个辩解 显然是苍白无力 是吧 教会有一个长远利益 和他的眼前的利益 当从眼前利益来看 可能你保护了 这些会友 但是从长远利益来看呢 当这个事情真相大白的时候 人们反思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人们就不去教会了 因为他觉得教会没有存在的价值 是吧 因为你 一样嘛 当不公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们做的那些事情 要么就是沉默 要么就是随波逐流 甚至于同流合污 是吧 就不行公义的话 教会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后来所以德国 包括很多欧洲的一些教会 都急剧的衰落 急剧的衰落 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他成为了失味的盐 就像耶稣讲的说 盐如果失去了味道以后 还有什么用呢 就只能扔在外面 供人践踏罢了 没有用的 所以这个就是行公义 对于一个教会的这样一个 使教会存在的一个灵魂 这是神对我们要求的一个首要的 第一点就是这样 另外呢 我们从圣经的原则上来讲 不行公义就是罪 不行公义就是罪 所以2005年 大约10年前吧 当时我还在中国 我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美国总统克林顿 那时间他已经下台了 克林顿呢 去非洲访问的时候 去卢旺达 他在那里公开道歉 在全世界面前道歉 因为1994年当时克林顿当总统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事情 非洲的卢旺达一个很小的国家了 卢旺达发生种族骚乱 当时有三个月之内 有100万图西族人 还是跟糊涂族人 我搞不太清楚 反正就两个部族发生骚乱 100万人被屠杀 当时呢 假如美国派一支军队去镇压 那么那些非洲影响多多厚 所以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但是呢 当时这些全世界的国家 没有一个国家管 因为非洲的一个穷乡僻壤里面的 那两个部族在那里互相屠杀 谁管这些事去 派你的兵去花钱 还要冒风险 所以当时克林顿呢 他就绝对不管这个闲事 但是后来 他为这个事情忏悔 他说这个 我个人的不作为 是吧 造成了这个 间接的造成了这样一件 一件这个惨案 是吧 他说为这件事情道歉 为这个事情道歉 是吧 当时我就想 这全世界有200多个国家呀 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 为这个事情道歉 只有美国的这个总统 克林顿这个人 政绩怎么样 这个人怎么样 我们不评论 我们就事论是 只说这件事情 就这一件事情上 他确实做得非常好 而且他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做的 就说不行功也是罪 其他国家的政府 你想那个什么 中国啦 什么 俄国啦 什么英国啦 法国啦 这不都是联合国 常任理事国吗 他们都不说 都不说话 而且他们也没有想到 好像他们要为这个事情负责 是吧 也跟他没有关系 又不是他去杀人 所以这个呢 让我们看到 不行功义是罪 所以说雅各书四章十七节 他说 人若知道行善 却不去行 就是他的罪 就是他的罪了 所以圣经里讲得很清楚 是吧 说如果我们觉得 那件事情应该做 但是不去做 那个就是我们的罪 所以神对我们的要求 行公义 行公义 第二个呢 是好联名 第二个要求 好联名 是吧 联名是第二项 因为公义跟联名是连在一起 公义是联名 也是我们圣经的两大义务 对基督徒的两大义务的要求 是吧 因为这个 神是以公义和联名 作为他的性格 显明他的作为 所以说 联名 是神对人 也是人对神 也是人对人 的一个起码的一个要求 对人来讲 就是行善 行善 远离恶 然后去行善 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 神对我们的第二个要求 很多的人可能以为 行善是那些有钱人的专利 因为我们自己都穷嘛 我都很缺乏 我怎么能去帮助别人呢 其实不是这个样 如果我们 我给大家讲一个这个真实的这样一个事情 就是2010年 一个冬天 在上海 有一个美国记者 他这个路过一个酒店 他看到这个酒店外面有一个气阴 就是女婴啊 被扔在那里 这个气阴呢 后来 当然 报道以后 大家就 去送到医院了 孤儿院了 然后就来检查 发现这个女婴有 当时才六个月 有先天性心脏病 而且呢 这个 他是 先天性白内障 双目失明 是瞎子 剩下来是个瞎子 再一个呢 就是 土族 土族是 就是 这个脚趾头是 粘在一起的 就剩下来 粘在一起的 有点像那个鸭子脚样 所以 一个这样一个残 残疾的 而且是个女婴 就被人扔了 那么这个事情 报道以后 印第安那 有一对美国的夫妇 那么他们呢 就决定 收养这个孩子 他们把这个孩子 当作一个宝贝 一个被世界遗弃的垃圾 但他们 在神的儿女眼里 看他们去治愈 从这个故事中 我们看到 什么叫做怜悯 怜悯就是爱 一种发自内心的爱 每一个人 都能按自己的 所能 甚至于 超出自己的能力 来把爱和怜悯 传递出去 不过对于一个 对于我们这些 就是说 施语者来讲 特别是我们 行了公义 我们也失了怜悯以后 我们需要警惕的就是 我们不要以一个 救赎者自居 我们觉得 我们一下高尚 我们一下变成救世主了 不要有这种心理 产生一种高人一等的 这种优越感 认为我们做这些 是一种积善的手段 认为我们可以 能够 好像就 主宰了别人的命运 觉得我们比别人 就高人一等了 这种心态 我们要 千万要借助 这是一种 道德优越感的陷阱 是撒旦的一个诡计 就当我们 行了公义 我们也 耗了怜悯以后 我们仍然要 提醒自己 我们自己也是一个罪人 我们自己也是一个垃圾 是上帝让他的独生爱子 因为爱我们 把我们这些垃圾 捡到他面前来 看作是至宝 所以 我今日 成了 何等一样的人 上帝 启示我们 我们人之所以能够行善 是因为 他先爱了我们 对吧 所以 我们 要谦卑 我们都是被世界 抛弃的孤儿 神把我们 召聚起来 看我们是 职宝 因此先知 他非常了解 我们的这种本性 所以讲完公义 联名以后 他马上就提到 存谦卑的心 我们行公义 好联名 我们都要存谦卑的心 存谦卑的心 否则的话 我们做了这些 就没用 就掉入一个陷阱 谦卑的原文的意思 是说 朴素 朴素 无华 沉静 庄重 他是形容这个 书语 出价之前的 这样一种 美德 所以这个呢 也是 敬畏神 所应该有的一种 气质 因为我们都是 基督的心腹 许多的时候 我们比我们 想象的要骄傲 所以我们应该 实时提醒我们自己 谦卑下来 特别是在我们 如果我们在 是在奉献 在一些慈善事工上 我们做了很多事的时候 付出了很多的时候 我们要特别的 提醒我们自己 做一切都是 存谦卑的心 谦卑的心 所以保罗 在格林多 前书第十三章那里 他把爱 给我们讲的 非常的透彻 对我们是一个 非常好的提醒 当我们能够 有耶稣基督来的 这种爱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 做到谦卑的心 爱是 恒有忍耐 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 不自夸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家的恶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凡是包容 凡是相信 凡是盼望 凡是忍耐 爱是 永不止息 我们都需要救赎 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所以我们都需要 存谦卑的心 存谦卑的心 真言书里讲到说 弃绝管教的 必至贫受责备的 必得尊容 让我们都谦卑的来到 神的面前 然后接受 神话语的教导 把祂的话语 丰丰富富的 存在我们的心中 成为我们 脚前的灯 和路上的光 阿们 最后他提到 与你的神同行 与你的神同行 首先 与神同行 就是遵行神的旨意 荣耀神的名 当我们做到了行公义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的时候 我们就遵行了父的旨意 我们就是与神同行 其次呢 与神同行 就是顺服神的带领 这点是很重要的 虽然说起来比较简单 但真正要做到这一点 比较困难 神把我们放在某一个岗位 放在一个地点 那么我们呢 都要明白 祂有祂的美意 可能有时候 我们在这里 不是很舒服 不是完全能够按照 我们的心意 或者我们的爱好 或者我们的想象 来发挥我们自己的恩赐 但是神把我们摆在这里呢 有祂自己的美意 是吧 可能就是让我们学习谦卑 学习顺服 或者学习神 要我们学习的一些功课 所以说 我们要顺服神的带领 有时候我们觉得这里不舒服 我们换一个地方 换一个地方 其实又有新的问题 可能这些问题没有了 其他的问题就来了 所以就说是 除非神对我们有明确的带领 否则的话 神把我们放在哪里 我们就安心的在哪里 这个呢 是与神同行 与神同行 其次呢 我们看到 我们还可以通过祷告和读经 来寻求神的名誉旨意 是吧 因为神是 我们神的话 是我们脚前的灯 和路上的光 耶稣说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他必成为神的儿子 这就是一种应许 同时这也是一种代理 是吧 我们要在 自己的生活中 就实践出这样的话语 的精益 在家庭 在社会 在教会 我们都与人和睦 友好往来 这样就不会给魔鬼撒旦 留下任何的破口 是吧 因为当我们批评论断的时候 那么我们肯定就会 伤一些和气 然后呢 就失去感情 是吧 所以神的儿女 要能够吃亏忍耐 助人为乐 严于利己 宽宜待人 圣灵就会借助我们的好的行为 感动 越来越多的人 能够归向神 最后与神同行 就是按照神的标准来生活 这一点呢 确实是比较困难 我们刚才讲了 就说是这个 1977年 卡特总统啊 他不是就职典礼的时候 他手按着圣经 弥加书六章八节 来宣誓吗 他当时宣誓是这样说的 他说 靠着神的恩典 在未来的四年中 我要行出神 要我行的标准 所以他当时 选了这节圣经 作为他的旧职典礼上的经文 他也 他也宣誓说 未来四年 我就要这样做 按照神的标准来做 行出这个功利 好联名 存千倍的心 是神同行 他希望 我相信他是很真诚的 他是这样要求 但是后来到 四年以后 他不就是 下台了吗 四年以后下台的时候 当时他给他的内阁 讲了这样一句话 他说非常遗憾 有些事情 我们知道应该怎样做 但是在这个环境中 却行不通 就是说 他自己也承认 他没有做到这一点 完全按照神的标准 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 很困难 特别是在今天这个时代 我们称他为后现代主义 这样一个时代 我们能够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 各种各样的意见 当我们听多了以后 我们可能就会受他们的影响 把这个世界的标准 就当成我们的标准 对于基督徒来讲 不管世界有什么样的声音 不管他们活出什么样的标准 那么我们始终是以神的话语 作为我们的唯一的标准 阿们 而且我们有责任 照着神的话语去行 对吧 当我们的心如果远离神以后 我们就很难 行出这个标准 所以我们的心 首先要归向神 总之神所要的敬拜 不是履行某种宗教仪式的敬拜 乃是我们的整个生活 我们的言行都要来敬拜 真正的归向神 神既是一个行公义好联媒 与谦卑的人同居的神 那么神的儿女 就应该在我们的生活和行为之上 不断的彰显神美好的德性 成为我们生活的目标 这样的生活 就是一种无形的 一种敬拜的生活 而且是一种与神同心的生活 有了这样的敬虔生活的见证 才能使我们那种 看得见的崇拜的形式变得真实 而且使我们的物质的奉献 也都具有了属灵的价值 从而蒙神的喜悦 阿们 让我们做到 亲爱的天父 我满心感谢赞美你 主啊 谢谢你 借着你家书的这几段经文 让我们看到你的恩典和慈爱 我们也看到你的呼召 也谢谢你使用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 愿我们的生命与你的恩典相衬 愿我们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 不仅仅是仪式 更有真实的实际 不仅仅是物质的奉献 更有属灵的价值 蒙你的喜悦 愿我们行公义 好联名 存谦卑的心 过与神同心的生活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愿你得荣耀 奉猪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